美媒美国冶金师承认过去数十年一直在潜艇钢材测试中造假 美国海军还在康涅迪格号和潜艇撞山事故上遮遮掩掩 不愿公开潜艇受奋情况 美国媒体爆出一名曾在过去数十年 参与制造美国海军潜艇材料制造的冶金学家承认 他一直在伪造潜艇所用钢材的测试结果 美国海军时报11月9日原印美联社的消息称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名冶金学家 在11月8日承认了犯有欺诈罪 他曾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一直在伪造美国海军潜艇钢材的强度测试结果 根据托马斯于11月8日向塔克马地区法院提交的认罪书 从1985年到2017年 他伪造了至少240种钢材的强度和韧性测试结果 这一数字大约是这家铸造厂 为美国海军生产的钢材种类的一半 当地司法部门表示 这些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些钢材不会再碰撞 或是某些作战场景中出现问题 托马斯的律师约翰卡洪克 在11月8日代表他向美国地方法院提交的一份声明中说 托马斯走了捷径 这种犯罪的独特之处在于 既不是出于贪婪 也不是出于对个人财富的渴望 他后悔自己没有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 当面对被灿载过的测试结果时 托马斯告诉调查人员 是的 这看起来很糟糕 他承认 在某些情况下 他将测试结果改为合格 因为他认为美国海军要求在100华氏度的环境下 进行测试的要求是愚蠢的 2020年6月 该公司在一份延期起诉协议中 同意支付1090万美元